下面我们来讲一下180的信息编辑 首先点击信息编辑 然后点击新建信息 点击OK 然后我们可以插入一个文本 比如说TEST 然后在这里面选择字体的型号 字体的型号有很多种 我们比如说选择这个A 点击OK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字体的高度大小设置 比如说点击OK OK 比如说我们有这里面的角度 什么都有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OK 这是我们所编辑的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放大缩小 也可以通过这个放大缩小 也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这是然后我们再插入一个 比如说我们再插入一个Date Date这里面有一个比如说时间的格式 有很多种可以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我们选这个 OK 好 这个同样是可以说的放大缩小 我们可以放到它的下面 OK 然后我们再插入一个日期 然后我们再插入一个日期 这个里面它有一个有效期 比如说我们输入是 1year 一年 OK 点击OK 点击OK OK 好 把它缩小 好 我们把它缩小 好 点击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sever 保存 或者 这是 我这个 它的名字叫Nufi 15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喷音 好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 喷音start 好 点击OK 下面我们来喷音试一下 OK 看 我们放一张纸 OK 它就已经喷音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个字体的大小载度可以根据这个打印速度来进行一个设置 打印延迟 打印速度 这是打印延迟 比如说我们把打印延迟改到一千大概比方说一千 OK OK 好 我们再打印试一下 好 我们再打印试一下 OK 这个灯不能常亮啊 点击OK 你看 它就打到这后面来了 看 它就打到这后面来了 这个地方不能 不能常亮啊 OK 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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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